记录健康 为身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香喷喷的泡面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一不小心吃过量 还有可能会影响身体的代谢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两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泡面的秘密这个话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 鹿港基督教医院营养师徐家庆 大家好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 联合报医药组记者施静如 家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提到这个泡面 如果一不小心吃过多 有可能会造成肝肾代谢的一个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泡面中的何种成分 对于肾脏的影响伤害是最大的呢 第一个是安定剂 第二个是丙二纯绒剂 第三个是维生素1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抗氧化剂 我们先来问一下 Wendy 你觉得你的答案是 我觉得是1 因为我觉得1和2 感觉好像都是不是很天然的东西 然后我猜1 你猜1 对 小Y呢 我觉得是2 因为感觉起来就很化学 然后好像就不是什么散类的感觉 不是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可怜 所以1跟2都有人选的营养是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其实我们泡面 它在那个面在油炸的过程 因为为了要让它就是油脂不要那么容易氧化 然后比较安定 所以一般都会像加一些BHT 或者是像我们常听到的Vitamin E 这个就是属于 Vitamin E它是属于天然的一些抗氧化剂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台湾在我们国家 他们添加物里面 它是允许添加 但是它有一定的标准浓度添加是多少 就是限量就对了嘛 对 可是这个东西呢 在那个国际的癌症研究中心 他们就发现说 其实它真的会导致动物性致癌 但是在人体的方面研究 其实还不是很足够 对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其实是 其实讲到这个泡面呢 我们知道就是泡面泡起来 三分钟很快 一下子稀里呼噜就吃下肚 可是呢 它在人体的消化时间 静如要长达36个小时 甚至还没有办法消化 对 因为就是 其实曾经也有媒体啊 就是有真的在那个电视上试验过 真的是要那么久才会 就是才会融化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说 因为可能它那个里面的抗氧化剂 有很多种 好像数十种 一百多种 对 就是数十种以上 那有一种抗氧化剂叫九石酸 那它本来说是用来做这个美白剂的 那还有一种叫做饼二醇 然后它是用来这个像做鸡油的 它是会让增加那个面条的那个口感 所以那个林杰 就是过世的那个长根医院林杰良医师 独物科医师 对 他就曾经讲过说 那个泡面吃了 因为它那个抗氧化剂会让那个面条 因为油炸过后不会产生异味嘛 然后也不会变成有那个草油味啊 就油耗味 对 油耗味 所以就放蛮多这样子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要很注意的是 它调味包的那个钠盐很高 也有二十几种 那钠的话 就是它除了盐巴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的钠的那个 钠系的那个添加物 所以其实吃了很多化学的东西进去 其实我觉得要商榷一下 少吃一点 实际上听起来好可怕 把那个鸡油把美白的这一些东西 就是稀里呼噜变成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东西 对 其实泡面里面加了还蛮多 蛮多的食品添加物的 那刚刚那个丙二醇那个 那个不是台湾的研究 就是国外啦 国外他们对 像一百三十几种的抗氧化剂啊 跟一些二十几种的钠盐 其实泡面里面真的是钠含量会比较高 因为泡面加了比较多的 除了我们一般常见的经验 就是我们的盐以外 它还放了很多食品添加物 那食品添加物有一些又是有钠含系的 像什么柠檬酸那啦这些的东西 所以才会整个 我看过那个泡面这样一包的话 一盒泡面有将近快要五点多公克的盐 就大概我们每天建议摄取量了 所以我等于是吃一碗泡面 我就其他盐都不要再吃了 你已经达到一个上限就对 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个中和啦 我们待会后面会探讨 怎么样来吃会比较健康 其实提到这个泡面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吃过这样的经验 像Wendy你喜欢吃泡面 你都多久吃一次 我很喜欢吃 我很喜欢 你都多久吃哪些 大概一个礼拜吃个两三次 就肚子饿 然后很冷的时候就会泡来吃 就热乎乎的 对 就是很容易饱足 然后就是最近网络上就有网友说 把布丁加入泡面里面 会有豚骨拉面的味道 你有试过吗 没有 很想试 然后不知道这样健不健康 好吧 其实它会用这样的方法 其实我们传统在烹调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煮比较咸的时候 我们也会加一点糖下去调味 较不稀稀嘛 那它其实它那个方式 那个布丁的话 其实它本身含糖量不低 对 然后再加上它里面有加一点蛋 那个布丁本身就是有点淡嘛 所以其实有点像乳化剂的那种作用 所以吃下去的时候比较不稀稀 然后味道好在还不厉 很浓稠这样子 对 但是要小心就是 因为布丁本身就是含糖量 食物比较高的 那再加上我们的泡面其实 咸 所以重糖 重 吃鹹 吃甜 对 然后像小歪 你都吃什么 我吗 我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礼拜 要吃个也是差不多两三次 然后我是主要是看包装 很容易被包装偏 就是包装看起来超好吃那种 就一定要试 对 我基本上每一种泡面都试过 就是都还蛮喜欢吃的 每一种都还不错 然后有时候早餐 不知道吃什么就吃泡面 这样感觉好不健康 对 其实刚刚营养师一直有强调说 泡面里面会添加很多的这种添加物 其实对人体的健康不是这么好 那我们这边也有帮忙整理一下 就是吃泡面的对身体的一些危害是不是 以第一个来讲 吃过量容易导致肠胃功能失调 这主要是为什么呢 因为面它本身是炸过的 炸过的东西 那再加上它里面有许多的调味料 还有食品添加物 所以其实对小朋友来讲 他吃完了之后 他比较不好消化吸收 其实会容易脏气的 那再加上它不是很均衡 就是缺蔬菜嘛 其实它就是只有糖跟油 还有盐巴这样子 对 糖跟油跟盐巴 对 所以肠胃功能比较不好 那第二个是营养不均衡 会影响到大脑的活动 这听起来就有点可怕了 对 因为我们的大脑 其实我们身体在代谢 整个过程需要很多的营养素 包括像糖类 蛋白质 脂质 那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 可是如果我们争取 就是看泡面来讲 其实它的含量只有糖类跟油 还有盐 那一般我们大脑所需的一些软黏子 蛋白质 还有一些维生素 矿物质 其实它是非常缺乏不足的 所以它这个影响大脑活动 不只小朋友 我们成人也会 对 它纤维也是不太足够了 有没有 有点害怕 大脑活动也会受到影响的 然后我们再来 长期吃 长期吃 对 再来看第三个就是 破氧脂质有害健康 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泡面里面 它含油量比较高 所以它在制作过程 都会刚刚我们听过 加一些抗氧化剂 这抗氧化剂 它只是说在延缓 我们的油脂氧化 可是它没有办法完全阻断 所以它这个过程 还是会有一些氧化物质 油脂的氧化物质产生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讲 有点像是自由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可能会造成 例如说产生一些 癌症病变的自由基 对 自由基其实是造成 癌症最大的一个元凶 对 那国外就有一个 英国 我不知道前阵子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个英国十八岁的女生 因为连续吃十年的泡面 她十八岁 但是她的身体机能已经老化到八十岁 甚至有骨松 十八变八十 这是警惕喔 对啊 对 吃过量真的是 很可怕喔 对 就是因为像是说 我们吃泡面啊 大家可能都会开玩笑说 吃那么多会不会之后变成木乃伊 对啊 小时候妈妈常讲说 然后就会让人很害怕这样子 对 其实这种话 我以前也骗过我小孩 我也被骗过 那为什么会说是这个问题 因为以前大家都以为说 泡面为什么可以放那么久 以为里面加了很多的防腐剂 其实防腐剂是 不允许加到泡面里的 那为什么泡面可以放那么久 是因为面 它本身它炸过之后 降低它的含水量 所以它可以储存变久 那加上它有放一些像安定剂 抗氧化剂 这些的东西 就是这个问题 那其实泡面里面是没有防腐剂的 所以不会变木乃伊 所以每次那个泡面写说 本什么产品不含防腐剂 就是所有都不含防腐剂 不是只有你这一家的就是了 是是是 然后我们再来看 就是它的危害还有 容易导致肥胖的相关疾病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油脂含量 那另外一个就是盐 盐的问题 那你知道我们过量 像我们刚刚那个泡面 外面市售泡面 小杯面至少都含有300多卡 甚至有的会到五六百都有 所以它这是一个高空热量的食品 空热量 就是没有任何营养价值 只有一堆热量而已 对 所以它容易导致肥胖 那有一些像慢性 即便像高血压的那个问题 因为那含量摄取过多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塑胶餐具孔危害健康 就是泡面的外面的那一个容器 容器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一般 可能有人听到像那个蜡 不过我们一般 装在上面像纸 纸它会到防水 都会有一层蜡 那一般都是用食用蜡 那食用蜡呢 它一般的温度的话 是大概六十几度 它就会开始融 不过食用蜡这种东西 其实它在我们身体 它是可以代谢的啦 那比较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在保利容 那个发泡性的那个 以前对 以前小时候 常常泡面是用保利容来装的 对 一般像是六号 六号的那种的 那那种东西就是说 它那时候温度大概是 七十到九十度 可是我们的泡面通常 有时候一百度啊 直接冲 对 所以其实这是非常不安全的 那到底我们这个泡面 还有哪一些常见的迷思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